亲密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局面理解与判断 今天我们讲解两位业余选手的对局 这个下法下的是比较多的一种下法 搬退 然后挂 这在我们曾经讲的棋局里面 也有过这样的一种变化 然后现在白棋小飞 选择一个稳扎稳打的一种姿态 走到这来 本来这个棋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但是现在白棋他求变 他不愿意这样让你拆过来 他想针先手发展上边 所以说他又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往这 逼住 这个变化可能很多很多棋友看的比较少 这个在80年代是比较流行的一种下法 特别是在小林流是比较流行的 就比方说这样的一个棋 小林流的时候 当对方高挂的时候 他脱退一虎 本来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也有这样夹击的 现在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黑棋是飞 这个飞也是比较柔和的下法 但是它的弱点是在于它薄 未来黑棋如果飞下去之后 这个棋以后有间断的下法 所以这个棋很薄 还有一种更为激烈的下法 就是这个棋靠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这个变化可以细致的 跟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这个斑 这是绝对不能成立的 这一棋 粘住 长 爬 再长 这样的话 黑棋很厚实 而且外势很完整 这个白棋是断然不行 所以说 当它靠到这里来 这个时候 白棋只能圆住 贴 打 利用角式活棋 然后外面有夹击的情况 进行作战 再长 这个变化呢 它的一个关键之处 就是在于 你不能随手去搬粘 如果你搬粘的时候 那么说 你就要吃大苦头 就是说 这个棋要搬粘 这是绝对不能 去往这儿搬粘 往这儿搬粘的话呢 白棋 坐眼 飞棋拆 然后白棋 在一阵 这个棋 黑棋是很难 行棋 因为你出头啊 要有很 要有代价 这棋要贴起来的话 你这个棋 很难重合 因为这都没有先手 所以说 这个棋的要点 也是在于单力 单力到这儿来 挡住 然后再拆 如果对手再往这儿 跳 这时候可以冲容的往上飞起 飞之前呢 可以先交换一个变化 就是点 因为这个角控啊 看似比钢层要大 但是呢 借用就比钢层要多 然后再拌 白棋 退 立 然后这个时候 它可以考虑飞 你贴 贴到这儿来 黑棋可以再反贴一个 如果你现在立到这 黑棋跳起 它这个时候是带有根 跳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 它倒虎是先手 倒虎到这 立先手 帮虎先手 这基本上是活棋 所以它跳过来 还反而攻击着三个 白棋只能往这 搬头 那这个时候呢 它在一搬 一搬 它在连搬 这样的一个下方 白棋 很难下 白棋这个外屎并不是那么厚 还要 不是个断点 所以这个变化来说 白棋是不能成立的 双方最强的变化 是 现在白棋可以往这儿 尖冲 诱导黑棋冲断 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就是诱导 黑棋在这儿冲 然后退了之后 再这样吃 吃里之后 这已经很厚了之后 这就可能用特殊的手法 要来攻击 或者要吃掉你 这个下方呢 黑棋很困难 所以黑棋这个棋 一定要忍住 所以说 一般情况 它是爬一个 但是像这样的棋呢 下的很少 因为白棋呢 它的攻势一定要有回报 就是要在这里获得 很大的利益 黑棋呢 因为有这个帮胡 然后把这个头子要保留住 那么说呢 你要来攻击它 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现在这样的变化呢 下的都比较少见 白棋走这一步棋 就现在 现在的 围棋比赛里面 就是下的比较少 飞 然后 白棋加一个 黑棋飞住 这样的话 未来的话 大家要注意 黑棋以后 在这里定型的话 是贴 走 退 这样来定型 如果白棋走的话 白棋有可能以后 未来可以尖断你 这样来给你作战 那现在呢 白棋也达到了它的目的 它以损害 损伤了自身的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角控 然后一个边 本来这个棋 白棋是跳到这儿来 这个这一带的边啊 边控啊 双方啊 发展都不大 因为白棋在这里 限制黑棋的发展 现在呢 现在黑棋 飞到这里了 之后呢 这一带的边控 大家显而易见 可以看到 是黑棋主动权 在手 然后白棋得到什么呢 白棋这里 正在一个先手之后 然后在这夹击 想利用集团的优势 来猛攻这块棋 这样的话呢 通过攻击它 引导全局 如果现在黑棋 往这拖 我们来看一看 白棋怎么样来引导局势 斑 连斑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这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样的棋 黑棋 棋型完整 你要攻击它是很困难 那么说呢 你很难发挥你的这个优势 所以你一定呢 不能完全让它存活 如果让它活 那么说 你就要得完整的外事 所以这个棋啊 走成这样的局面的时候 他应该打这个 但我摆这个打的时候呢 我额外再摆一个 让大家来借鉴一下 就是这个棋联班 很多 很多业余选手 对这个联班不理解 他觉得这个联班呢 看不懂 因为呢 第一呢 这个联班 他说我这一粘不就还原了吗 我粘完了之后 然后再虎住 这我就不就还原了吗 这里有什么便宜呢 但是请大家仔细看一看 这样黑棋是后手 如果呢 它粘 我虎住 黑棋 白棋 还是往这扳 这个时候我可以反扳一个 然后呢 这时候我再虎到这儿来 请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当我虎到这儿来 这个这一带黑棋的眼型是不是更丰富一些 这一带黑棋的眼神 我说一带黑棋的眼神 我说一带黑棋的眼神 这一带黑棋的眼神 当连班的时候像这样的棋 现在黑棋可以考虎 当虎这个 当你打吃 然后我再虎住 你要退到这儿来 我就可以保留 然后在这儿逼住 这个棋很多不理解在哪 他说你这个棋没有活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像这样的棋是很清零的 如果黑白棋提掉 那么说这个棋我老我以后再飞 或者再往这儿贴 这很清 也很难公道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抢还抢先走了一个大厂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连班是不好的 他只能往这儿打 我一粘 然后现在分两个大的下方 第一个下方是冲下去 第二个下方是粘 我们先来看一下 冲下去的下方 冲下去 黑棋如果单打 是要针先手 你粘住 这时候白棋必须要粘住 黑棋顶 白棋退 这样的话 黑棋先手得奖 然后呢 白棋的外式完整 然后再逼住 如果退到这儿来 这个是不能成立 为什么呢 因为这有个加 单加这一手 所以这个时候啊 白棋如果要在这里 觉得我虽然走得很厚 但是如果落了一个后手的话 这个时候在布局阶段 那我可能损伤很大 所以说呢 他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可能是不会选择冲下去 冲下去另外一个变化 就是断 当白棋拐 黑棋打吃 白棋退 黑棋立 这样也是先手 白棋未来以后要走 这个是棋型 因为吃要不是吃这个 而是吃这个棋筋 但是总体来说 他是落了一个后手 这个下瓦也不可取 所以说呢 现在呢 如果大家要针先手的话 他是可以考虑 站到这儿 如果要走后自己 就冲下去 站到这儿呢 白棋如果继续打呢 这时候我就不会先冲了 我冲就还原 但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单逆这一手 挡 拐住 扳 挡下去 再打吃 这样请大家看一看 同样是 好像跟刚才摆的一个变化是一样的 但现在呢 白棋是先手 黑棋是后手 那这样的一个局面 不用说肯定是白棋绝对好 所以说白棋呢 单沾一个 黑棋是不能往这儿打 如果要说往这儿打就会落后手 但是我说这个前提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不能往这儿打 而是说在这个布局这个很空旺的阶段 双方都不能有闪失落后手 而且也不能让对方很完整的针先手 棋性很完整针先手 那么说这个变化是不能成立的 现在黑棋只能往这儿拐回来 拐回来之后 白棋立 奔拉做活 黑棋如果贴 来一点 站住 然后再往这儿挂 这样就是一个长距离的作战 这双方来说 这一盘棋都是胜负的未知 路途遥远 因为第一 白棋已经达到一个目的是 没有让黑棋能一下子就安定 黑棋呢 这个棋呢 虽然是孤棋 理论上是孤棋 但是呢 白棋如果走两手 也很难未见的人吃掉黑棋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上面呢 这未来的刑期 是决定这个棋胜负的观 那么说呢 像这样的一个局面 现在 总体而言就是 黑棋如果在这动的话 总是给人 总是给大家一种感觉 就是说 现在既然我挂了之后 拖鲜了之后 你再加击 我再动 总感觉在一个小的地方去刑期 总会感觉是 让白棋针对先手走大场 这样的话呢 他就觉得这个棋 我先手挂在拖鲜的话 就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说呢 黑棋呢 现在要贯彻自己的意图 黑棋贯彻自己的意图呢 就开始准备有所放弃 就说 可能要对这个子 采用弃子的手法 或者怎么样 现在我们带大家来看 现在它三连星 如果要说拖鲜的话 我是比较赞成 但是如果说 现在去下三连星的话 我觉得这个棋是没有把握的 第一 因为走这个三连星呢 势必会让白棋啊 这个子得到很大的发挥 因为请大家看一看 这个子相当于这样的棋 如果要说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这是很正常 但是现在呢 本来白棋现在要挂奖 这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图形 现在黑棋往这挂一个挑衅 白棋加鸡它正常 这两手黑棋又亏掉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你往这下 白棋往这挂奖 浮体 再飞 这样它的这个结构配合起来是相当的完美 而且它还达到了 黑棋帮白棋走了一个大场的感觉 就走了一个好点的感觉 那么说这是不可取的 虽然你这个模样比较大 但是呢 白棋可以通过这个子渗透到你 你的大空里面去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 它不能往这上三连星 它这个时候要走的话 最好的下巴是往这里逼住 逼住你 它就要你表态 它要你表一个什么态呢 就是我现在逼住你 你可以吃掉我 你可以来攻击我 我可以用弃掉 也可以跟你作战 你如果你不攻击我 或者不跟我走 你脱先 那么说我再来脱退 这个下巴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比较主动 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跳起来 跟你对战 因为我这个时候已经加击你了 如果你要是肩顶我 我还有可能是走三连星 为什么呢 因为你现在你没有往这拆 你没有机会往这拆 你往这儿肩 如果当你在往这儿唬住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我可能是立住 或者是走到这儿来 这样的话呢 黑旗通过弃掉这个 然后达到了快速布局的目的 它的阵势很大 但是很虚 白旗呢 达到一个 就是说这个旗很坚实 但是呢 速度慢 很坚实 这就是说白旗要渗透 黑旗叫怎么样去巩固自己的地盘 所以逼住是很大的 三连星看似好像领会这个精神 实际上是错误的一个概念 因为这是双方的一个地盘 白旗坚顶 这没有感觉到这一步旗很大 黑旗呢 这步旗可能是业余旗的通命 他觉得啊 你加紧我的时候 我可以不理你 但是你要吃掉我 我觉得不行 所以这个旗就感觉到 在下旗的工程中 就有一种恨控的心理 又表露出来 所以他这个旗 他不管怎么样 生死 他都要把它藏起来 这个下法是很不好 这种旗藏起来 这就是更重了 你就没有退路了 你气都没法气 而且这个是 这个是三打一的局面 这个旗黑旗很被动 所以黑旗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就犯了一个业余旗手的大旗 恨控 既然你要贯彻业图 你就要 你就要有所舍弃 这部旗就感觉有点行蛮的感觉 挂 白旗挂 黑旗这时候 感觉到自己有一定的压力了 然后呢 刚跳了一个 刚跳了一步棋 他跳到这儿来的目的呢 实际上最重要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棋啊 不好 但是呢 实际上走成这个样子 我当时说 我说走成这样 其实还可以动动脑筋 看能不能还有一些趣味性的下方 我说的趣味性的下方 就是说 不一定非要按常规行旗 而是说 我本来这部棋不好 但是我行旗的时候 我知道我不好 我怎么样把不好的东西 纠正 慢慢的弥补 不能说一下就把它变好 但是可以弥补它的一些缺陷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棋的目的 如果我现在单走这一个白棋 补一手 那么说呢 这个棋 黑棋 真正的达到了完全挨打的一个境地 因为这个棋 它藏起来之后 这一代和这一代全部都很坚实 坚实的情况下 你这就是完全单关逃跑 所以说呢 我当时就提出一个想法 大家可以看一看 可以考虑在这碰一个 看能不能左右逢圆 当你搬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在连搬 如果你打这个 这个棋 藏起来 这个时候 这个白棋是不能单粘的 因为这一打就会伤 伤脚 如果粘到这来 那么说呢 黑棋 可以考虑 粘起 因为粘起来啊 这正好是个虎 这三个子 不比这两个子轻 所以说你必须得逃跑 当逃跑的时候 我再来加薪 这样就下得很 可以说完全逆转 白棋要跳的话呢 黑棋在往这儿来攻击他 攻击的时候 再顺势再逃跑 这样就达到了 以功为首 唯位救赵的目的 当然这是我的 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个棋 白棋是不可能往这搬的 白棋是往这退 如果退到这儿来 黑棋搬 粘住 如果能粘到这儿 这马上有个肩回 如果对方补到这儿 对这儿有点小小的伤害 但是从大事来说 你还可以把它抓回来 如果搬 这棋黑棋 可以考虑尖冲 这是个好手 如果你一打 这冲下去 伤 走到这儿来 然后再单藏出来 这样的话呢 这个棋就下得更生动一些 如果白棋现在打丝的话 可以再挡下 虽然你抱持我这个 但是从 从这个内容来说 你这三个子 意外的变成姑且 有的时候呢 可以把兵法的有些道理 可以融入到下棋的中间去 是很有趣的 跳 现在白棋 他下了一招 就说看似很正常的一部戏 他走的是一个挂脚 他说你现在你如果脱先的话 我不就可以双飞燕 或者夹击你吗 你如果往这 往这压 那我就开始收获了 我就可以飞到这儿 但是呢 有一点 白棋这一方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当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 请看一看这个三连心的这个子 三连心的这个子放在这儿来 你加击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是人家三间家 已经把这个棋已经补好了 然后呢 可以 黑棋可以完全可以是这样下 这样下其实又成了一个大的模样 白棋也反而把自己的棋下了一个没有发展的位置去了 所以这个棋 白棋是不可取的 所以说下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怎么走是最好的下法呢 现在大家看一看 这样的棋 它已经跳起来之后 它白棋呢 如果现在自己去补 肯定是不甘心 因为这个棋没效率 但是我又得要去对这个有个警示 总要敲一下脑袋 去威胁它 让它的效率变低 那这个时候呢 可以考虑单跳一手 跳到这儿来 黑棋 单关 这必须单关 然后呢 白棋呢 再跳 跳二 跟这个黑棋的这个高度平行 这样的话 脚 站住 边 站住 黑棋 造成一个 夹击黑棋的一种态势 然后这样的话呢 在攻击它的时候 自己这一块也会走安全 走这一步棋 并不是想把这块空围得多大 而是说 不让黑棋往这儿飞震 这一飞震之后 黑方的这一带的那种出头 或者行棋的路线就很宽广 最主要的目的是想限制黑棋逃跑的路线 让它的路线很单一 这样的话呢 白棋 它这样的行棋 可以控制 达到控制全局的目的 现在 高挂 高挂这一步棋 靠压 其实单压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现在呢 白棋呢 又出现一个失误 白棋可能是异乡情愿 现在如果往这儿搬住 黑棋一退 白棋挡 黑棋会挡住 这样如果往这儿走成这个下滑 黑棋啊 可以考虑断 走成这样 然后挡 现在意外的成为白棋的这两个子 在自孤 而不是说在攻击黑棋 那黑棋原来逃跑的这两个子 完全本来是逃跑是父母的情况下面 现在意外的成了一个后世和外世 来攻击白棋 这个身份的一个转换呢 对 对白棋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黑棋这厚了之后 黑棋这个打路 黑棋这个点三三 都很严厉 当黑棋这块就是孤棋的时候 这打路和点三三 都不敢走 因为呢 走了之后把自己走 薄了之后 这个棋要死掉 所以说当白棋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他点 黑棋挡 然后再顶住 他一厢情愿的想到 顶完了之后 这时候 黑棋一挡住 然后白棋 白棋往这 往这爬回来 正好是个点方 然后再退 这样的下方 黑棋很 白棋很满意 但是呢 这时候他们没有 他们疏忽了一点 就是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黑棋有个跨 这时候黑棋把握住了 最后一个圣机 就跨住 压 退 跳 跳到这儿来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一看 黑棋的三连 三连心的这个棋 正好来攻击 加击白棋这几个子 黑棋这三个子 孤棋的三个子 变成一个后势 对这进行一个包围 逼迫对方在这 苟且偷生 那么说 这个全局来说 黑棋已经完全生动了 这番棋呢 虽然就这几步棋 但是呢 包含了很多道理和变化 最主要就是说 黑棋 首先不明确自己的目的 脱先的目的性 把自己吓得很重 白棋呢 也也没有很清晰的 一个思路 去怎么样围绕 孤棋去做文章 去发挥自己的潜力 反而是按照正常的 一种本能的方式 去刑期 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了一个 巨大的被动 这番棋就讲的这 谢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